暗夜之中摩托車失控衝向路旁 撞上了救生圈架 瞬間火花四起 接著人往上拋飛 翻過了圍欄 掉進5公尺身大牌 製出突然 恰巧後方駕駛目擊過程 立刻報警 搜救人員出動橡皮艇 在大牌來回搜尋 從暗夜找到天亮 終於找到人 空拍鏡頭中 搜救人員緩緩將遺體 吊掛上岸 不幸的是 35歲學姓女子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事發時間是凌晨2點半 根據歧視有人透露 當時他人剛下班 但離開前有喝飲料 是一般飲料 還是酒精飲料 警方還要再查 因為他也是撞到肚子 他是先撞護膀再撞肚子 可以的話就 設備齊全一點 說反光鏡啊 或者說照明啊 公司裡面有 有喝飲料 那至於 什麼樣的飲料 他沒有很詳細的說清楚 機車騎士 凌晨2點多 騎車行進彰化市 張露露石狗大牌 自撞落水 原本路旁救人的救生圈架 如今為此喪命 是救駕 還是精神不計衝撞 需要相驗後才能釐清 解全資源 江華報導 能釐清 都 有 都 都